大家好 这几天接到几个私信 有朋友说想回国 人现在在多伦多呢 问我买机票的是 我最近不是月底要跟小鰻鱼一块回国吗 我那个机票都是小鰻鱼给我订的 它是在网上订的 之前我们订票是在多伦多的一家 航空代理公司 旅游公司 圣途旅游 他们那也可以订 这次那是小鰻鱼先 他的票都订好了 他过来我是临时决定 然后跟他一块走的 后来就是他帮我在网上订的 是3月月底26号 机票价格是5000多 现在多少钱不知道了 怎么个订法 小鰻鱼说一下 小鰻鱼不露面 在我旁边坐着呢 你给说一下 订票如果看你飞哪 就比如说你飞上海就可以买 不是飞上海 就去东方航空公司那个官网订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在航空公司官网订 就有个好处 就如果你有特殊情况 就想改机票 或者怎么样 他就没有手续费 也是免费 帮你就是退换票的 所以就是在他们官网订就行了 这次我们买的是广东的 也是在官网订的 就是南方航空 对 然后也有那个海航 我都有下载过他们的那个APP软件 就是你要想飞哪 在那个附近的地方就 就是去官网或者是下载 他的那个航空APP 直接这么订就特别方便 像你们小孩这个电脑使用的熟练的 手机啥的 像我们就不行不会了 所以这次如果我自己走的话 我就还得找旅行社订 旅行社啊 就是带卖机票的地方 对 不会整那些东西 怕弄不好再整错了 那是都是中文网站 对都是中文 国内航空公司 我这是订的单程的 五千多 然后回来的时候没订 那时候你先订是多少钱 我跟你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俩不是同时订的 他先订的 订的早年 你是好几个月之前订的 我来这个朋友呢 你如果是年龄大 跟我差不多的 不会跟网上订啊 我建议你还是找这个旅行社 或者是就是计划代理处订 然后我们以前认识 那个就胡歌的一个客户 就圣徒旅游的陈总他们 那个人挺好的 你们可以在那个网上一搜 圣徒旅游 多伦多圣徒旅游就能收到 我只是认识这一家的 那个 回国就是隔离这些事啊 我们还是还没经历过呢 这个我家一个小孩先走了 那还给我们做了一个那什么 像是隔离攻略似的那东西 我还没来得及看见 我这一天太忙了 他发回来的 他做的挺详细的 就在哪入关上 他是在上海啊 对他飞的事 这个吧 那个大家不用担心 也不用着急什么的 因为都是咱们中国的航空公司 语言也通 你在这边只要上了飞机以后 然后到那边每一步走啊 都有工作人员 一步一步给你交代 怎么核酸检测 怎么出关呢 怎么去隔离酒店啥的 那一点都不用担心 回到咱们自己祖国了 你就放下心了嘛 嗯 小蛮鱼有没有啥 这个要补充的 也没有啥 就是这些 就是核酸检测什么的 对核酸检测这块 这也都是小蛮鱼安排 我就是情限成的了 我什么都不管了 对 我们俩就是假如走 假如是后天走了 那就今天做核酸检测 然后明天下午 除了结果啊 对 在48小时之内就登机了 就是这么个过程 然后微信有一个小程序 就是海关旅客直接服务吧 应该是 然后你就扫那个二维码 就先申请那个个人二维码 就是在那个有效 有效时间内嘛 48小时之内 嗯 然后你进关的时候 就直接工作人员 自己就会要求扫那个二维码 嗯 对 对 然后还有大使馆发那个绿码 那都有了哈 对 手机上就都有了 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来吧 可能是我们还没经历过呢 还不知道呢 我倒是希望我走的这个过程呢 我能把它详细地记住一下 然后也是做个视频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争取啊 争取啊 争取 好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了 嗯 啊 好 好 好 也谢谢你小鸭鱼啊 给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 都是阿姨叔叔的粉丝 老嫁你了啊 好 谢谢大家啊 这些这些 你说这事啊 一天也是乱马七招 乱马七招 就忙不过来 我这几天也是没倒出时间来 嗯 说给大家解释 那个回答回答问题啊 还有回复回复 大家的留言呢 也没做到 我是争取 想在隔离时间 好好把大家的问题 给回答回答 好好做一做 好了 行了 就不多说了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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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